3-0-0-5-8号化物园为您服务 您好呢 您是中文社 现在有什么问题 你们就是说东山派子所的副所长在打人 把我关在这个刑酒室打 被打的时候呢 我又有录音 又有录像 还有被打之后的图片 你们竟然违背你们党的这个规定 说是人调走了就不算犯错了 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啊 那今天我去冲砸派子所 砸完了以后我跑到安徽算不算我犯罪啊 先生 明白你的意思 那你们看什么解决 我继续投诉 我现在看到开工单的部分 智能回访的阶段 这边建议您 回复一下这个智能回访的电话 后期工单会在这个哪里 就是这种转发 智能回访的这个智能 它总是偏向的 有偏见的 我直接跟你谈了 智能我就不接了 你这边的问题是 你这边表示不会就是 我继续投诉 继续投诉 你给我登记啊 我想询问一下您这方面的这个 就是有没有跟您的联系 没有啊 然后对这个处理结果就是对他们的负败是什么呢 肯定不满意啊 那对这个就是 对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啊 这处理结果是什么呢 我肯定不满意啊 不满意啊 那你说掉走了 就是你们党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啊 如果有这个规定啊 如果有这个规定是针对你们了 你们政府官员对你们这个风波乐 还是专门对着我们老百姓 那你们的依据你们就说我们是扰乱社会秩序 就给抓了就给判刑了 你们打了人之后有人证 有物证 有视频 有录音 你们竟然到现在脱了都多长时间了 五年之久了 怪不得他妈呀 你们都输了那么多的敌对势力的 那你今天能让政府做什么事情呢 没有 我希望你们 作为你们是一个政府监督机构 要监督这些违背你们党的 这个制定的法律的 这一帮人给你们党和你们的总书记丢脸的人 要给予处罚 那全国人民对你们的呼声 我今天讲话公布于事 我不可能隐瞒的 那今天是不是帮您继续反应 那对 麻烦你 继续 对 谢谢 谢谢 请您对付代表性评价 满意前一 一般前二 感谢您的评价 再见 谢谢